一盘长有6厘米极次的仙人掌已准备完毕 围栏中的骆驼也早已迫不及待 一场骆驼与仙人掌间的对决即将展开 是骆驼吞掉仙人掌 还是仙人掌刺破骆驼嘴呢 感兴趣的朋友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支持一下 我们接着往下看 骆驼选了几次都不合心意 一气之下直接将盆给拽到身下 随后张开无情铁嘴继续挑选 选好之后张嘴就啃 仙人掌上如钢针般的几次 对他几乎毫无威胁可言 吞掉一个再来一个 这一张铁嘴铜牙 刺猬看了都只摇头 豪猪见了也得绕道走 仙人掌经历无数岁月的演变 才有了如今夜退化层次 而经代替夜产生光合作用的形态 虽然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干旱的自然环境 但那些近六厘米长的几次 多多少少也肩负着抵御外敌的重任 可放眼望去 沙漠上能威胁到仙人掌的外敌 除了骆驼还能有谁 再看骆驼嚼仙人掌的那个随意劲 这些几次甚至无法商级分毫 因此在抵御重要外敌这方面 仙人掌大概也是进化了个寂寞 随着时间的流逝 盆中的仙人掌也越来越少 起初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几次 此时在看意完全没了威慑力 那么骆驼为何不怕几次扎嘴呢 众所周知 仙人掌种类繁多 几次分为钻形刺和刀刺钢毛 而骆驼吃的这种属于钻形刺 堪称仙人掌刺中的王者 但即便如此 骆驼却吃的贼香 关键原因就在骆驼的嘴盒味 骆驼的口腔构造十分特殊 口角及上下唇外圆 生有密集的短刺毛 让尺垫和舌头异常坚韧 可以无伤将仙人掌卷入口中 口腔两颊布满角质化的乳秃 当仙人掌入口后 骆驼可以利用这些乳秃将 几次撸掉或者撸顺 再连带着粘稠的唾液 以及半嚼碎的仙人掌 直接生吞 然后到达胃里 骆驼的胃壁也异常厚实 加之为黏膜的保护 很难被几次扎上 胃酸又可以迅速将其软化 而骆驼属于反厨动物 半消化的仙人掌和刺 最终还会返回嘴中再次拒绝 此时仙人掌已完全变作骆驼的美味佳肴 这一战仙人掌完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